所以我们如果有意去寻找资本改变不了的一些行业 或者是日本很难改变的行业 那就往往就可能就找到一个好的投资这个领域 这个啤酒 啤酒这个行业 其实在中国跟在世界的发展路径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要知道在很早的时候 整个世界的啤酒厂商也是非常之多的 现在基本上被四大家所垄断 行业体制度极高 这时候体制度极高之后 它就有定价权了 所以啤酒也是一样 过程我们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 早期的时候啤酒牌子多如牛毛 那就现代的话基本上就只有几个牌子了 那么啤酒行业就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所以这个也是什么 供给都发生了变化了 之前的供给如此之多 现在供给就几家公司 那它就有定价权了呀 所以啤酒整个行业的变化 是供给都发生了变化 它的机会也是供给都变化带来的结果 不是需求的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理解清楚 基本上我觉得是大有必义 比方说这些企业家 我们观察一个公司的企业 它能不能逆周期去进行投资 这里他举了个例子 我不想举 那个例子做的太复杂了 我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表达 就是什么叫逆周期投资 如果这个公司的CEO 它能够善于逆周期进行投资的话 简单说 就是资本大量进入的时候 它逃离 资本大量逃离的时候 它进入 这其实也是逆向投资 如果大家都去做新能源汽车 它就不去了 大家纷纷逃离这个新能源汽车 它就来了 就是这样 它一定会得到的结果 比那些完全跟风的要好 我就举光谱这个产业 光谱这个产业 面临的历史的机遇 其实是只有两次 一个是13年了 也就是说当时整个欧美 对中国的光谱产品进行反行销 导致大量的破产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当时的首富就宣布破产 还有意思就是2018年 国家全部不再补贴了 意味着什么 国家的这个资本撤离了 是不是 这个时候反倒就是禁忆 所以当时 陈发数就买了农机 都是非常精准的 白酒也是一样 13年的时候也是资本大量逃离 好 这就是我觉得从长期投资来说的 非常有作用的 有效果的一个思路 这些思路简直是天籁之音 所以天籁之音 所以这些的话 我并不以趣味性作为一个 我讲述的指导 我就觉得 谁能够听进去 真的理解了一点的话 对自己整个投资格局 将造成巨大的改变 这是我可以预测到的 也可以肯定告诉大家 所以张昆为什么去推荐这样一本书 我觉得颇有深意 他说的一句话 就是这本书讲的别人没有讲 而且张昆我看他分析很多的思路 也是研系这本书里面的一些东西 非常的精彩 当然他讲了一个投资家族企业 要避免的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世界上其实有三分之一的这个企业 可能都是家族企业 而且这些企业普遍来说 比普通的企业要经营的好 这个可能超乎我们自己的理解 那实际上家族企业经营的普遍 是比其他的公司要好的 那投资家族企业最怕的几个事情 大家一定要避免 第一个就是家族的内部矛盾不活 这种事情 有的话一定要防止 还有因为家族的这些 如果是他是靠政治资源来获取胜利的 那么在交接班的时候的话 它是个风险 或者说他是靠贿赂 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 这种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特别是有政治资源 之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李嘉诚为什么把资产测出大陆呢 其中有一个东西就是李嘉诚 其实跟中国的一些官方的关系是比较好的 但这个资源他是没办法传承给他的儿子的 所以他要必须要把这个撤离掉 这个其实他做了一件保险的事情 应该说 好 这个家族企业还有个问题 就是在进行传承之后 后面的这个继承者 他对创造财富的这个兴趣呢 已经大大减弱了 反而他对炫耀财富 这个欲望是比较强的 那这时候就特别小心了 这时候对一个家族企业最好的方法 不是要让他们进行接班 反而是找一个职业经理人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 美帝就做得特别好 还有就是这个上司了这个商业敏悦性 这里他简单举了个例子 就是美国的这个亚斯兰代 他这个公司当家族的控股家族啊 变得非常麻木 我跟低效后就发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关联交易 家族企业的话 如果有这种关联交易啊 就利于输送这种的话 一定要放弃 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特别有意思 我们知道巴菲特啊 对这个ROE是特别重视的 他这里的话 他提出了一个 在这个时代做了一个延伸 他说巴菲特的选股核心是ROE 但是马拉松公司全是企业ROE改善的四个信号 那ROE有出现改善了 这时候你要注意了 就是说回报率低 竞争减弱并进入寡头垄断 进入壁垒逐步提高 同时呢 管理层又鼓励上述了这些行为 这四个 回报率低 我们老是想回报率高是吧 回报率低 他觉得有可能就会出现ROE改善 然后竞争减弱并进入寡头垄断 这个就是出外来我们之前讲的竞争格局的变化 这个行业这个赛道上 有五家 现在是变成一家了 竞争减弱 这个是ROE就会提高 因为定价权的提升 另外就进入壁垒开始提高了 进不去了 资本想进进不去了 然后管理层他是鼓励上去这些行为 这些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这四种情况发生的话 这家公司有可能ROE再开始往上走了 还有一类 如果一个产品它的利润很低 但是它又不可替它 又不可缺少 这种产品就可以形成长期的这样一个优势了 它利润不高 不想进 比如说CocoLow很长时间不提价 是吧 因为导致竞争的时候不想去吧 或者说新进入的时候 他就不想进去 因为利润太微薄了 像元祖比的那个元祖星 对吧 其实那个技术含量还很高 但是它又很便宜 又不可缺少 是吧 还有我们中国的那个安奇酵母 其实在整个的产品里面 它的占比是很少的 对吧 但是它又不可缺少 而且利润可能不是特别高 主要是占比不高 但是又不可缺少 我举上说一个 你一包面条打个比方 它整个要100块钱 但安奇酵母在里面可能是2% 可能是3% 对吧 可能是不到 那这样的话 它又不可缺少 那你想一想 这种东西 谁又愿意去做呢 反正这家公司 大家去看一下 十年多涨了60多倍 对吧 这类公司反而有意思 所以它反不强的 还是利润高 利润高不好 有时候整个行业的利润 如果突然变得很高的话 它就没有门槛的话 就意味着 有大量的倾进入者 所以说来说去 这本书讲的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明白 最要点第一个就是 这个命运之文 一定要记住 通过血鱼的故事 要把它记住 最后就是供给侧的变化 才是关键 带来的机会 才是非常确定的 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生意模式 一定要有 有这个进入的壁垒 有这个富城户 这样的话 才能够防止资本带来之后 你供给增加 这个机会 就变得不那么稀缺了 这本书 我觉得是非常让我震撼的 大家听过来 不知道有没有 跟我有相同的这种感觉 感受 这本书整个的 看待行业 看待生意模式 看待公司 看待机会 我觉得给我是一种 全新的这种感受 在其他 我们解了这么多大事的书籍里面 从来没有用这种视角 去看待这些问题 但也正是我们之前 解读这么大事的书籍 才让这本书 显得弥主珍贵 因为它确实提供了 一个独特的 对生意模式 对公司 对机会 对周期 的一个新的看法 希望这些的解读 能给大家带来 不一样的感受 谢谢观众